明明沒有列車經過平交道柵欄 卻起不來 中秋連假 台鐵設備搶先躺平休假 民眾全卡在大廳 眼看時刻表延誤一小時 心情好糟 台鐵圓林到花壇段 耗置異常超過24個小時 修不好 截至8號收班 影響了127列車 共延誤7186分鐘 影響旅客約39300人 這個是從屏東 屏東到七堵 台鐵局長手指看板 北上列車延誤就是卡在花壇段 廉價前一天出包 交通部長王國才臉色不太好 台鐵漏夜搶修 金塔是控制柵欄的記軸器異常 不斷重置還是當機 將記軸頭電纜控制卡板都換過 最後手段得換掉整個機箱 變成這個通訊式的 也就是說由人工來負責 三個平交道的升降 那目前整個的運作 現在是比較順了 返鄉朝聖礦也反映在國道 國一揚眉新竹南下系統一度紙報 國三音歌系統 快關到霧峰路段亮紅燈 國五雪碎南下北上車多擁擠 交通部長王國才也掛心高工局 正因一早1968無法正常連線 用路人無法查路況電腦系統出問題 機房的電力的系統 那冰水主機 然後半夜的時候它是故障 所以這花了一些時間 我們到七點整就全部恢復 廉價交通輸運重擔 台鐵1968出現狀況 隨陸續排解 但首日就漏氣 交通部長王國才中秋不快樂 三星文取出為新军總理安保 綜合報導